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讲的是冲出去的冲 我想说失踪是听不到 失衡 平衡的衡 失衡的衡找的很像冲浪的冲 是不是很像冲浪的冲 我刚刚以为你要讲是听不到失衡 不是 这个你自己讲这个痕是不是很像冲浪的冲 你讲这么像冲浪的冲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是不是很像 中间完全不一样好不好 可是有点像乍开像不一样 但是看到失衡我就不会想要失衡 难道我想说失衡不是耳鸣吗 我说怎么会叫失衡失衡 因为有些人付出很多 有些人回馈得的不够多 Anyway 这个是主题吧 我还没有讲完我们的一些话 然后呢 因为Fat Manager怎么样 没有因为Fat Manager她在谈恋爱当中 我不知道火象星座怎么会对恋爱这么的就是 只有射手 这么的投入 只有射手 那我真的开始为我小女儿担心了 然后呢 我现在回想 我妈好像也是这样 就是她们会无谓的一直付出 你看你妈对你爸 其实yes 死心她也付出 然后有的时候我爸真的是 你知道 有的时候他对他也发生那么友善 你爸说你做可以了啦 然后有的时候他讲一些那种狠话 我就跟我妈讲你干嘛要take这个 但是他就是take 然后你知道Fat Manager 他多夸张 他 我们两个在车上等他 他下去买个咖啡 我们两个不到五分钟 我们两个在车上讲的话就是 不知道啊 讲一个八卦 突然就有个男人的声音 从speaker里出来说 你为什么要过马路要小心喔 然后想说 是谁在跟我们讲话 然后我就说 怎么有声音 然后以为都冲过来说 我的手机声音劝进来了 因为他的那个蓝牙 他的男朋友打给他 他连下车走不到五十米 到对面去买咖啡 他都他男朋友都要打给他 注意他的安全 你们说有这种事情吗 爱 真的吗 他说他们两个呼吸 他们都要用耳机挂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们很早进棚要录影啊 他就一直不讲话 戴了一个口罩 戴了一个耳机 我说你在听音乐吗 不是 他在跟他男朋友共同呼吸 都已经没有话讲了 但是可能就是从前一天晚上十二点 就挂在线上呼吸呼吸呼吸 呼吸到早上他们去棚内 他们还在呼吸 我觉得很羡慕人家有这么浪漫的爱情 到这个年龄可以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了不起 浪漫 so浪漫 你可以吗 我不行 我刚想说我想揍你了 什么有的没有的快一点好不好 对 然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事 就是说你们常常会留很多言给我们 思绪我们 那个小编 其实小编就是Fan Manager Fan Manager他有看到 但是呢你们有很多这种很私人的 你们想要 对 要叫我们帮你做决定 我们不是不回 是我们我们不是心理医生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帮你做决定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决定是 我们自己是这样个性的人 我们可能可以 可是我们担心你不是这样性格 或是我们不了解你的背景是什么 如果贸然给你做决定的话 可能会给了你错误的判断 对 而且我们如果错误的话我们怎么办 而且你我们没有看到你真正在讲的 那个状态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很难 不是我们不理你们 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去帮你们做决定 但我们平常跟你们聊的过程 应该是我们的一些 生活经历的一些分享 你从里面可以得到 但我们看到了 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 也过得很凌乱 你知道吗 有时候也是蛮糟糕的 对我们今天在这边跟你们Podcast 不代表我们是老师的等级 No no我们也是confused 我们常常也处在一个非常 非常疑惑 然后 茫然 就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这样子 会 像我最两天就常在我的办公室的窗看了 想说 为什么要在这片荒凉地方上班 她搬到乡下了 乡下 来去乡下 她的公司到了乡下 刚刚我们去接她 我说这荒山野谱 旁边的一个7-11都没有 你怎么会搬到这边来 有7-11 也有全家飞销店 你走超过两个马路 你觉得我会去7-11吗 她不会 因为要超两个马路 我现在在积极希望有一家7-11或是全家来我的一楼 我会 希望你来我楼下 就会是亮亮店了 你放心 我会让他们来给我开店的 这也不是我人生第一次到荒山野谱 像当年我在TVBS的时候 我们在南港那个地方 我记得南港 我以前在中市 我以前在中市 对面是草 我还不是活过来了 没有有工地 那时候来工厂 我去的时候是草 所以 我怕什么呢 后来对面开了好几家7-11 后来还有很多餐厅 所以没事的 只是说需要调试 那你说我们的心情也就是这样子 死年后你也退休了吧 等到楼下7-11来了 你也退休了 7-11明年就会来了 你懂不懂我心想事成的秘密 是是是是 我们这边是许愿池 许愿池 我们许愿池可多了 对对对 你们的留言我们都会看 就是说 有一些不友善的留言呢 我们也看到了 虽然我们不会责备你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 但是我们就是奉劝你 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们的话 你可以不要看 就是说没有人强迫你看 所以 因为我们的版都很正面 所以希望就是说 你们这种很负面的留言 可以不要在我们的版上 而且 那我本来想把它删掉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对 因为我想说你有言论自由 那就让你发挥你的不满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带给大家正面 对对 所以如果不喜欢 你可以不喜欢 你也可以不喜欢我们 但你就不要看就好 其实那些人我都有点击 你们个人看 很多账号都是空的啊 那你干嘛是空的呢 就是我也不是一个害怕正面的人 但是如果你的账号是假的 你还要开个新的账号来讲我们 那很累 那很累 那没有那么重要 你不需要花这个体力去搞个假账号来骂我们 因为we don't really care 但是我们希望你的言论不要去影响其他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生活的人 因为世界跟本来就有很多种不同区块的 也许我们的言论不是你喜欢的 就去找你喜欢的 那我们这个小原地 我们大家都好开心 你就让我们开心一下 为什么要来采我们的花园 然后我们就讲一些女人会讲的花园 你不喜欢听你可以不要听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小花园 我们上次见面在你家吃一大桌转盘的日子 是跟大家分享之前 大家有看到那个melody跟我的那个IG上都有分享 我那天去他们家 我煮饭给他们吃 不得了 他真的很不得了 那一桌仿佛是要办过年的 好像是过年 或是说中秋节的家宴 那天我最好的一个surprise是醋溜白菜 很好吃 因为我第一次做醋溜白菜 好吃吗 我就follow一个recipe 然后做出醋溜白菜 我说不得了 因为to me我觉得青菜最难炒 青菜跟海鲜 好吃好吃 青菜跟海鲜对我来讲是障碍 所以我那天青菜弄出来之后 可是芡粉少了一点 要多一点芡粉 他那个要够一点芡 他那个sauce才会黏在白菜上 他那天在厨房里面待了一整天 从下午2点开始 然后我就问他女人说 妈妈 她说我妈妈中午就在里面 我说你妈中午就在里面 她说她在切菜 然后我先生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是这样子 她叹了一下想说 哦 她应该想是说 到底是哪一些人 你可以搞了一整天 然后后来又要讲一句话说 谢谢你们来 你们来我才有菜吃 你又来了 她没说讲这个话 她就是喜欢在人家面前演可怜 平常没东西可以吃 平常没东西可以吃 然后呢她就不走了 然后其实我们是girls talk 她就不走 她就在那边滑手机 很自在的听我 因为她 因为其实男人都喜欢听八卦 男人都喜欢听老婆 还有另一半聊的八卦 小话 他们都会喜欢 然后他们三卜师 就会参与一下 他假装他没有在听 他就这样 三姑六婆 but inside they like it 因为没有我们的话 那人生太无聊了 真的 他们只能讲一些车子 运动啊 而且他会有一些话 他说 你刚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想说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们要讲 比较就是 另外一个人的私密的事情 我就说 那你可以去看电视 然后他就这样 哦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慢慢的收东西 对他其实他想听 其实男生都喜欢听八卦 It's ok We know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彩色萝卜 我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给他们添加了很多色彩 不然他的人生会太无聊 真的 其实还蛮有趣的 是啦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就是现在可能疫情 比较稍微减缓 如果大家可以跟几个姐妹 他会开始聚会 我觉得那也蛮好的 不要太多人 就是像我们这样少少的人 三个人 对然后就觉得ok 在一个安全干净的环境 因为最近我来餐厅吃饭啊 隔板 隔板因为很难聊啊 诶我跟你讲 然后呢 就是会懵懵的 听不到 而且那隔板 而且我们对着隔板讲话 我们口水会不会都喷在上面 而且那隔板有点太 而且有隔板他还要求梅花做 所以我的朋友是坐在我的鞋前方 所以我们 诶 然后晚上看到我嘛 就是有点障碍 然后吃火锅能烟往上冒 因为不能供锅 然后就会在一夜里面看到朋友 觉得不好聊 算了 你们可以来我家吃 我们可以点外带啊什么的 我也不用每次做 他真的蛮会做菜 你不得不说这女人真的蛮挺厉害的 对我什么时候变这样子 而且你很多欸 很多 没有我就会看一些食谱什么的 而且那个菜是很多 之外 可是我以前真的不会做菜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从去年 防疫的时候开始 你连切那个什么 一个一个的那个绿色的菜 切很碎的那个 那你是不是切很久 那木耳啦 对对 他切的很碎很小 木耳你用搅的 你用机器搅的 我想你怎么有办法切这么碎 哦搅的 他有一个那个转的 他就会把它变chop 蛮厉害的 对啊 或是你用料理机也可以 对对 我不没有 我的人生料理机 就是这对我来说有点远 太难了 我那天看了一个Recipe 我看的是一个 做什么 一个大蒜 嗯 虾仁大蒜凉面 看起来不错 虾仁大蒜凉面 虾仁大蒜 就是大蒜 然后虾子 嗯 然后有汆烫一些葱油 然后呢 然后那个面弄一坨 这样 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 我要好好去磨练 现在坊间太多人在卖面了 那个面就到 不是 我说我要磨练以后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请客 你最后你要弄个电 你要弄个 淀粉的 淀粉的嘛 白米饭 大家一个人弄一碗炒个饭 什么之类的 你看有的时候 他最后弄的一个面 大家又很喜欢 就一人一口这样子 那天我们都说你是刘姐思出啊 不得了了 不得了 我跟你讲 那一桌很贵 大家可以来order 两年后可以上菜 因为不接太多的单 太累了 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我煮完一餐 我第二天要躺一天 真的 你们不知道在厨房里面 煮一天 你第二天 就是要休息 放空一天 真的要放空一天 你讲话真的很夸张 真的啦 好啦 我们现在回归正题啦 是的 那一些在爱里的付出与回馈 你失衡了吗 yes 因为呢 有一天呢 我是在看一个书 还是我在看一个影集 他突然在讲说夫妻之间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阶段 对 如果说是20岁30岁 对你对夫妻的这个定义 或是你对关系的定义 会不太一样 那到了40岁 可能你也在一起10年 or more这样子 对 然后你就开始想一想说 在一段感情里面 我想得到的是什么 是 我不是要讲fan manager 但是因为他给了我很多启发 像我常常问他 因为我们也认识20年 你认真 那有的时候他前面爱 可是后面他们分手的时候 他也会很伤心 那可能就是 他就说 有的时候关系一撕痕 他就 他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 可是目前我现在看他 目前的一个状态 感情状态是非常非常非常凝结的 那我就好奇啊 因为在他这个年龄 一分也不是那么年轻 也不是20岁的小妹妹 他没有很老 但是他也算是中年了 我们算是中年了 熊女熊女 熊女 熊女在这个时候 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东西绑住他们 他就是真的 很想在爱情里面 没有 不是他单一想的 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关系里面 是你很想抓住这个爱情 可是这个人给你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他跟他现任的语言是非常搭 这个语言不是说我们现在讲话的语言 是爱的语言 任何一种都很搭 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整个balance 是so well matched 当然我不常看他们亲眼在 就我没有亲眼常看他们在一起 可是光听他的状况 然后他的那个 我觉得他的沟通 第一他们沟通是一样的 比如说 他说他常常会有一些小纠结 女人都会嘛 哪一种 就是发疯啊 或是今天在公司 可能我太难搞 他回家妈妈我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在公司上就会好像 啊 对对对对 就是说在公司上在工作上面 你遇到一些状况 我是觉得很难搞的事情 你回家要吐一些苦水 然后他会他觉得说他跟他现在的这一半 你看吐苦水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 像有的时候我回家吐苦水 我们家 得不得到那个 就会就会说 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他会他用他的方式 来告诉他也没有错 他用他的方式来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但有的时候你需要的那个当下的那个呵护跟语言 只是要他倾听 只是要他说哦我是陪着你一起骂这样子 but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就是要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当你又get crazy说 你不需要告诉我solution 我现在就是要抱怨 他就会说 那你干嘛浪费这个体力跟精神抱怨 男生有时候是不懂 对他就不懂 所以这个语言就是可能会有点失衡 那当然我们够了解所以也就算了 但是fan manager现在的状况 现在是我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 看到最不费力 而非常的balance跟match的一个状况 真的 对然后有一天我问他我说 你觉得这个是你的greatest love吗 他怎么说 他说是 no 那个greatest love 不一定是说让你蓬盘人心让你发疯 那因为那种发疯跟蓬盘人心可能只有在20岁 你才会有 到这个年纪还遇到可以 可以蓬燃心动 我觉得很不得了啊 我觉得他的意思也不是蓬燃心动 他的意思greatest love就是说他们是最 最契合的 最合的 最合的 契合很难耶 你知道吗 很难很难很难 你说热恋 然后一开始都会很棒 对然后hormonal 然后因为hormonal 他们关心你每天都念念不忘想要 想要黏在一起 那个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那个是passion 可是我现在讲的事情 他们也在一起蛮久了 现在就是他们很契合 就真的如果要走下去过日子的话 他们是非常的 对很match 所以我觉得说后来我就开始在想说哦 然后我那天只看了一个报道还是一本书里面讲说 其实大部分的关系会走到最后你觉得你走不下去 都是因为你的付出没有回馈 你这样我也没有得到对等的回馈 那什么叫做所以打败爱情的关系是你麻木的态度 哦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说一开始会很热情 你后来确实就是觉得就这样就这样 什么叫做麻木的态度是很多分手的人总是对不值得的人付出了不值得的情感 其实这样的不值得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好像设计了一些什么物质或是精神上的付出 而他没有得到礼物不是这个物质的问题是feeling的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你很投入你觉得你很付出你觉得你很努力 但是对方给你的回应对方可能也不是不努力他也不是不投入 但可能他给了你的语言的回馈是你没有catch到的 然后于是你就觉得这个这段关系非常冷漠 然后你很孤独 然后他不理解你对他对他来讲他也补上把觉得说 为什么叫我不理解你我对你还是很投入 够好了吧你怎么有感觉 对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盲目的态度 因为maybe他认为说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安抚你 或是去肯定你 或是去like抚摸你 或怎么样他觉得说你应该要知道 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盲目的态度会让一个关系走歪 就是因为你很需要 那你觉得你已经也不是说开口跟他要这样子的回馈 但是你已经让他知道说我需要more the language of love is different 我需要更多的 那他就可能一直catch不到 然后你们就你知道越走越远 是 所以沟通还是蛮重要的 如果按照你讲这个方法 是啊因为你看 学者都讲说打败关系的就是你对这个关系的麻木 还有不表达 然后呢 不倾诉不回应 对不回应 不回应是最冷漠的 不管男人或女人都需要爱的回应 但他觉得他的付出 他对你的爱得不到你的鼓励还有认可的时候 当你渐渐的流逝表达 你应该要有 当你以及就是你 你不利用机会去表达你该有的回应的时候 他就会慢慢灰心跟失望 然后他就会感觉付出没有太大的意义 比如说有一些太太有先生回来 先生比如说给他买一个什么礼物 像我认识很多太太 他的先生都喜欢给他买很很实际的礼物 这么好 比如说来个手机耳电脑 那可能这个太太他期许的是浪漫的礼物 可能这个耳环或者项链 他的先生觉得说他比较需要 他每天可以用得到的是 like手机耳 like微波炉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生活的用品 然后呢这个太太就讲说 我不是想要这个 没有他大概不会明 他讲清楚说我不要这你就去换一下就好 他不是明白的讲 但可能这个先生他信号采烈 他觉得他已经做到一个心意了 然后这太太还有点嫌弃 甚至还有一个 你绝对不可以跟你的先生讲说你要把礼物换掉 这个不行 不能说你这个有发票吗 我们可以去换我想要 一个异性送你东西你不可以拿去换 那你会觉得说家里的钱不要这样浪费 他会记得一辈子 我又不喜欢这样很浪费钱呢 可是电话你一定会需要啊 你就收着 如果不是你喜欢的 我觉得真的 情号不对啊 可是男生会记得 而他们会玻璃心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已经做到like 我想要表示 可是对他们来讲你是实际 你说你发票给我拿去换一个我喜欢的 对他们来讲是sad 泼冷水 你拿他的心意 然后你踩践踏在地板上 但我们就会觉得说你拿这个 你花钱然后买这个 我又不会用 合不去换一个会用的 I know 可是如果你角色扮演 换过来是女孩子买东西给老公 然后老公就说 哦呀谢谢这个领带 你会不会发票我去换一个袖扣 你会不会难过 会 所以当一个人他在试图的用他的方法 好难 I know 所以这个就是很桌下的地方 在一个关系当中 就算你家的黄金链雪很可爱 他给了你 他给了你一些你觉得很实际 很硬邦邦的东西 but你还是要 笑纳 yes 因为这个是一种感觉 然后就放在里面再也不用 没有你可以再过一段时间 偶尔拿出来用一下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还是要 你还是要给他赞美 你 与 与回馈 因为你如果完全不recognize他 我跟你讲 OK你可以拿去换 不他下次不会再主动买东西给你了 真的 那如果他都一直一直走不到对的路呢 一直买错 那你就要知道说他第一次买不对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下一个节日你发现他可能灵气一动想要买东西 你要把它带领到对的地方 好难喔 就是关系很难 你不觉得收到一个不是很适合的礼物 都会觉得 你干嘛花这个钱买这个 如果你买那个我就很想要这个 那你钱花了我们又不能再换那个 I know but it's ok 因为你第二次他就会进步了 可是你第一次你不可以泼他冷水 真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讲的付出跟回馈 我们常常会想说女人的付出男人的回馈不等于 所以男人都很坏 no 其实女人有的时候也很白目 他的回馈也是不足以让这个男人觉得说 他想再往下走的 是喔 我们曾经不是有做一集说 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吗 是是是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对你的另一半 你稍微有一些比较女性的表达 或是回馈 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擅长想要继续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必须要学习 就是在关系里面 刚刚讲的我觉得蛮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讲我可能也没有发现 我多么的实际 我根本就是个男的 我觉得说 我早就说你是男人 你很烦 你很讨厌 你不是 她现在越来越女性了 越来越女性了 大家都说你越来越美了 我比较像女的了 我比较像男的 有一阵子 现在好了 现在又穿这种花花绿的 就让你变了 真的 真的 而且你现在就整个人看起来柔和许多 我本来线条比较刚硬 对 你本来线条是比较就是像来 还好 你屁 就是这个 可是现在你会比较来 噢 所以只要让你爱的人感觉到她的付出是值得的 是被你需要的 被你赞成的 称赞的 她才会愿意继续在这段感情里面付出更多东西 包括时间 心力 金钱等等 比如说女孩子 我们还有一个错误 有的时候我们的男朋友 我是我们的先生在等我们 其实男生都比我们准次 对 在车上 到了吗 例如今天早上我要去工作 然后吴先生要送我 然后我早上八点十五分要到现场出话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跟我讲说 你明天要几点钟走 然后我说 I don't know 我说反正我八点十五分要到 他那你可能八点前要出门 因为八点有很多塞车什么的 然后我说OK 然后他大概从七点半就开始催我 因为他知道我会脱 我七点半我还躺在床上 然后他就说 你不是八点十五分要到吗 I'm like I know 我说我换衣服很快 因为会有人帮我说我根本不用 我就洗个脸我就出来了 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换衣服 我说I know 不要换衣服OK 我说我要封个脸干嘛的 好七点四十五 他又走过他就说 还在这 他说你不是 我说It's fine 我们八点钟走就好了 他八点你绝对会迟到 I'm like it's fine 我说十五分钟足够了 好啦八点钟我们就跟着卡在路上 然后我说你可以开快点 他这个人很烦耶 你真的很烦 他说我有没有跟你讲 你要提早出门 他说如果你自己不提早出门 你要迟到的话 你就不要催我 这就是我不贴心的地方 因为他对我的付出是 他为了要送我 他催了你四十五分钟了 yes 他对我的贴心是 他配合我 他为了要等我出门送我 他可能他早上的事情 因为他早上都会去运动 他就delay了 before上班 他可能就delay了 但是他也没有责备我 反而是我坐车上还在那边 可以开快一点吗 你可以快一点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提在这个车子的后面 你可以走旁边的线 Why are you in the 右边的慢车道 你怎么这么讨厌啊 对对对 就是 他没有把你这样推开 可是女生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任性到极点 你知道吗 但是 但是 当你在做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当下的我 是把他当理所当然 就是说 因为他是我先生 我觉得你等我是应该的 我觉得你配合我是应该的 可是今天如果 他是一个在追我的男生 我敢不敢交代他 不敢 早就下来了 所以 而且他就是在等我 我还会想办法 傻家说 谢谢你 谢谢不好意思 You know 所以你看 我们常常会讲说 在一个关心当中 在久了 男人都把我当理所当然 男人都不珍惜我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一样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反省 好好的自信 这是爱的语言跟回馈 他对我爱的付出 就是他今天早上 他很有耐心的等我 他也不敢骂我 不敢大声 在旁边只是在默默的这样 倒数一下而已 然后我在撒架 你 你 然后他就说 他也不敢骂我 他舍不得骂我 因为我长得很可爱 这样 我做饭给他吃 他怕 他怕回来没有好日子 他怕回来 我不给他做饭吃 没有青生骨肉 没有饭可以吃 就要讲这个了 那是不是事实 干嘛我把你讲你很奇怪 不是有一阵子 我就是讲这些 我都是讲一些狠话 但是我回家 我还是会做饭给他吃了 but anyway 有的时候我就会故意这样子 因为他太喜欢吃我做的菜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来 就是torture他 折磨他这样 他就怕 他如果大声对我吼的话 我会比他更凶 所以女人真的要两把刷子 就是在厨房 还是得有几个厉害的菜 但是我之前不是有po 你要一道菜 对因为以前不管是什么语言 你说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 或是美国欧美的文化里 他们都说你要抓住个男人 你要抓他的胃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听这个 我说怎么可能 我外面餐厅那么好吃 干嘛要我抓他 会累就累死了 对 but it's weird 我觉得男人他们就觉得说 如果家里有人会做这种菜 他们喜的喜欢的菜 他就很想回家 It's weird I sure It's weird 好像好像他们就把这个 well 因为我有问过吴先生 他讲不出个所有人来 因为你知道男人不太会表达 他们的心里的这种思维这样 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喜欢回家吃饭 是不是因为我会做菜 这家还不错 我说那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家里如果有你喜欢吃的菜 就给你家的感觉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说OK 反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觉得是有一些 是感觉还是氛围 我不知道 Anyways 所以我只要跟你们分享 爱情的付出与回馈 就是说 有的时候也是你先生 或是你的男朋友在对你付出 but我们把他当理所当然 然后我们冷落他 我们冷落他 今天早上有牺牲他自己的事情等你 我们冷落他有贴心的说他送你 然后我们就 没有给他还有的回馈 那下次他可能就不是那么想要主动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你的态度是那种 谢谢你 你这样等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你假装 你觉得很假 你觉得很假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假心假意 不是假假假的到最后也变真的了 就是 除非弄假成真的 就是还是要演一下 还是要演一下 因为你永远如果都不演的话 真的生活就是 就是如此了 还是要有点仪式感 就讲一些好听的话 对因为在感情里 你不管是你在热恋中 或是你新婚当中 或是你是平淡里的那种老夫老妻 甚至是一段友谊 我们都需要对方的付出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付出有被看见 然后我们也希望对方可以回馈 我们这样子的付出 就像我们叫朋友样嘛 离尚往来 为什么我们 原语中有讲说离尚往来 而今天逢年过节 我有贴心的动作给你 你也会想要回给我 这个不是说好像你欠我 不是是你感受到我的心 然后你也会想要 给我你的心 同等的回馈 对就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两性呢 因为相爱而结婚的人呢 为什么在婚姻中失去了爱 我们又要回到这一题 因为常常我们在 很多人会讲说 我失去爱了 没有爱的感觉 走不下去了 已经没有冲动了 没有热情了 那在有一种常见的情况 就是一种典型的 就是过度付出 这个就是一般看到 我们在台湾女生 最多这种过度付出的 女孩子每天折星星啊 还是什么的 付出没底线的 什么都可以 没有人叫你折一千个星星 还是贺给他 然后我可以折 这代表我对他的爱 每一颗都是我的爱 可你折了一千个贺之后 他也不一定会喜欢你 就是说有一些付出是无谓的 因为这个是你单方的付出 而不是他想要的付出 所以有的时候过度付出 也要小心 那最好怎么应对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要画一个底线 你要观察 就是底线是什么 是这样子吗 就是对方的程度 你想付出的程度是什么 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 你要给自己个底线 不能够太超过 已经让你自己 已经往下往下往下 不行 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你的关系当中 你一定觉得这个付出 因为我的线一直都是很直 就是很平 我不会移动的 所以他只要under那线我就no 但现在不应该这样 可是对你来讲 还是要有点弹性 可是对你来讲 那个时候在婚姻的状态里 也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付出 跟你觉得回馈是不等于的 你会觉得失衡 以及你认为这个关系 也没你不开心 有的时候像你在很爱的时候 你的付出 你会觉得你不会觉得你在付出 因为我很喜欢 所以这付出是我心甘情愿 到了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付出 你会去计较我为你付出什么 我觉得就不对了 那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 你觉得 我觉得是爱变少了 对可是爱是 爱为什么会变少 那如果你硬要这样讲 我觉得是没有去经营的爱 就是会变少 我们都太把爱认为 会理所当然的 就是会一直爱下去 不可能 对 不可能 而且我觉得人还是会喜心厌旧 或者是人 人会变 你不得不承认你会变吧 是啊 我觉得我们在20岁喜欢的 跟30岁 35岁 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必须很诚实 面对自己就说 好好好我变了 我变了 我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了 这话很残忍 很残忍 但是很真实 真的 这真的很难 这真的我每次这样讲 我都觉得大家都觉得 你像是男生这样 没有你们只是不敢讲出来 只是我敢讲出来而已 女生也会 对 是 而且当你有男生跟你说 我就是不爱你 你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对我 你回去想你有没有曾经对一个男人 你也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你 只是我们是女生就觉得说好像不应该说 不应该讲 人家会觉得我们水性养化 但我就真的不喜欢他了 对 那我 我跟大家讲我很多次 可是不喜欢他 也有可能是生活把你们磨平了 有可能就是 然后你们都没有经历 生活把爱情给磨平了 那如果像刚刚讲 如果你的忽略 你的冷漠 或是你就觉得好像就算这样子 你一天算两次 但他过了一年之后 就越来越淡 然后你打开门之后 你就不会觉得你打开门看到是你的爱人 他可能就是个家人 在最后打开门看到就觉得说 仇人 真的 就没有什么 所以我刚刚说生活的仪式感也许是要存在的 就你们要有个界面的打招呼的方式 你们要帮自己设定某些事情 要不然就会真的太无聊 对 就是 哎 生活真的很平淡 但是你以后得要去制造某一些些的火花跟浪漫 不然那个平线 你看电视上的演的老夫老妻是不是就两个人坐在那里 吃饭 就是没有话 可是你才会12年前20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 爱的火热 可当然我们不是说老夫老妻这样子平安不好 有一些人老夫老妻他们的语言 他们觉得这个是enough 就是说不表达的爱 但是你在生活细节里感受 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关心跟平板 那to you你要觉得足够 那to他也要觉得足够 只要有一个人觉得这个方式是不足够的 那就失重 所以我们刚刚说需要平衡 因为失重 不平衡 就是那个所以为什么是夫妻是要两个人一起 你要一直平衡 你要一直拉这个平衡线 所以有时候是高高低 你要去调整你自己 有时候你调整之后 他都不调整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过度付出 到后你就觉得我再也不要这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高通真的很重要 冷漠是婚姻最大的杀手 所以为什么很多女人到了就是50岁 就是小孩大了以后 就想要走了 因为他觉得他付出 可以了 他付出了他的这一生 这个家庭 而这个男人可能就是做你们看报纸 然后理所当然 我是说那个年代的女人 那那个男人如果不会表达 然后不会追求 或是不会去回馈他这个女人的付出的话 这个女人如果他真的有勇气 当然有些女人他觉得这样子也很好 那就OK 可是只要有这个女人有一点点别的想法的话 他就会走 就会出事真的 然后你呢 可是这个出事也不是说这个女人 他自己要这样出事 就是这个关系已经真的失衡 所以失衡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最可怜的一种关系是 当这个人已经失衡了 可是他另一半还摸不透 还不知道 然后你突然说我要走 他说为什么你为什么变了 但他只看到你现在变了 他忘了这十几年来 他对你的消磨 有些人会讲说 不是我变 比如说你说 我觉得 对我要走 不要要走 然后对方会讲说 可是我没有变 是你变了 Of course 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变 你为什么不变 人生那么长 人总是要变 要一起成长 或是要一起怎么样 你要稍微 也不是说叫你变得很严重 但就是说你要跟着生活 生活本来 生命本来就是活的 这个人会变 因为生命也会变 人也会跟着变 那你不能一成不变 然后你认为说这个人 你二十岁认识他 然后你到五十岁 你还是要要用二十岁的方式 爱他是不可能的嘛 很多女人也会这样子 就是在家里 跟社会脱节 他突然间觉得说 为什么他的男人变了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变 你都没有变 然后你跟我们俩还讨论说 某一些失败的婚姻 那是为什么 因为太太认为 理所当然就是 我是你老婆你就要很爱我 所以我从早到晚都穿的一件睡衣 那就是你种宽袍子 或是烂T恤 大T恤 那他怎么会用爱人的眼神看 而且你的大T恤就是你早上起床穿的 他可能一天工作回家 你要想他在办公室看到 都是穿的很合身的人 后来 哈 而且我们女生常会觉得说 反正这个T恤就是在家里穿 因为不用出去 所以烂一点没关系 有些女人很傻 他会说 我的男人爱我 他就是爱我这样子 我这一辈子都可以穿宽袍子 他早上还会爱我 因为他爱的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阅历 No 没有 可以 他那是家人的爱 是 可你希望一个男人跟你睡在一起 他一辈子都是用家人的爱爱你吗 是 所以偶尔我们可能要要求自己 当你起床之后 你能换一下衣服吗 或是6点半你老公要回来 你可以换 把你刚做菜的衣服换掉吗 真的 因为那衣服可能有 这样你们觉得 我们这样好像很仪式感 但生活真的需要仪式感 有的时候我们得要彼此 我觉得还有一个仪式感 就是Date night 因为Date night以前我在很早的书里 我都有写过 那我自己也承认 在小孩更小的时候 我是还没有生到美眉的时候 我们Date night比较频繁 那因为后来我也就是生完小孩 我也变得很忙 因为有两个了嘛 然后就Date night比较不平凡 所以就变成说 You must make a commitment 所以以前Date night 然后这两年又是疫情 那疫情更没有机会 出不了 所以以前你会觉得说 Date night应该是一个礼拜一次 慢慢就变一个月一次 后来变成三个月一次 后来有一阵子就没有了 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 那这次我从LA回来 我觉得说 Oh no 我们应该把这个Date night再放回来 所以你去LA 是不是有点小别 盛新婚的感觉 有小别 我不知道有没有盛新婚 就会觉得很久没见 还是会有点开心呢 我觉得她很开心 所以人生需要这样子 就是不要每天黏在一起 可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出国嘛 就是我们可能各自有出差 可是现在因为都绑在一起 那当然绑在一起 你每一天都会见到 所以就会慢慢就会 就会变成好像理所当然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从LA回来 我想说No 我们应该把这个Date night再放进来 所以后来那个Date night再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好像比较好 很奇怪 我觉得夫妻之间真的很奇怪 当你离开这个房子 跟你离开小孩 然后你们两个真的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开一个车出去一个餐厅停车 再走到那个餐厅 就算有隔板 但是你感觉你们是两个单独的individual 你已经不是谁的谁的妈妈 谁的爸爸 谁的家长 你们两个出来是 他是一个男的 你是一个女的 然后你们要出去吃饭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要聊天 可是很奇怪 你每天在家里面对面 你都不会想要聊天 是多好 所以你要制造那个环境跟氛围 对 然后呢有一天上个礼拜 礼拜天 因为周末我们都会带小孩出去夹下车 然后那天我不知道 为什么两个小孩就不想出去 可能太热还是怎么样 他就说 妈妈 爸爸 我今天我这里面 因为最近那个吴先生 每天在弄脚踏车 你知道吗 男人也需要一点兴趣 反正突然间 脚踏车很多 我不知道他们买那些 我不知道很多 脚踏车也可以弄很多事情 想要车可有事 有什么铁黑 什么雾黑 什么雾 什么雾 反正就是那个椅子 干嘛 然后呢 我说骑假车 然后妹妹说 妹妹就很会做这个 就是中间人 妈妈 今天爸爸叫我们骑假车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不想去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 那我们就跟妈妈讲说 那你可以约妈妈 一起去 你们两个带着去假车 真的 你约妈妈带着去 然后他爸说 呃 这么热的天 他不会想出去 你妈如果你们不去的话 他才不会要去 然后后来两个女儿就说 那你应该问他 然后当然他就没来问我 因为我给你讲 男人都怕没面子 他怕来问你被你拒绝 对 泼冷水 其实你认为你say I don't want to 好像很很直接 可男人很容易伤心 玻璃心 男人其实都有玻璃心 所以你如果假如说 No I don't want to Even你找一个完整的借口 他也会拒绝他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男生约你做什么的话 你就是逼你自己 你也要去做 逼自己说 好吧 对 就去吧 因为就是也就是 这一个小时 对 不会太久 然后后来他就没敢问我 然后那一次晚上我想说 他怎么没来问我 然后我们就 小孩睡觉之后 我就问他 今天没有谢假的 你怎么不约我 他说你会要去吗 我说你约我 我就去啊 这样子 开心吧 他就很开心 他说那下次我约你 我说OK 对啊 可是就说你要给他一个sign 是是是 那你讲了这个话之后 下次就算是38度天气 他约你去下次 你就是得去了 去一下啦 然后就他说 你就我们去吃个冰好 就OK啊 所以我给你讲 维持一个婚姻的保鲜度 真的很难 但是必须 真的很难 如果你想把它继续维持 想要到老是个半 每一个坎 大家就得要经历过 对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学会健康的付出 健康的付出 需要符合以下的五个方面 OK 第一 只对他人明确 只对他人明确提出的要求 做出相应的回应 永远不要把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 强迫给别人 你认为好不见得是人家喜欢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你的老婆在跟你讲一些话 你认为你要帮他解决 他不需要你解决 他只需要你听 再来就是说 这种帮助和付出 不以获得对方的感恩 还有 感恩戴德为主 就是说你要做这事情 不是为了希望别人来感谢你 你这个是付出 你是你想要这么做的 对 然后允许别人拒绝你提供的帮助 OK 这也没关系 你不能说好像 我都不知道你还不要 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对对对 这样子又是一个拒绝了 又又伤心了 又反过来又拒绝了一次 对又伤心了 然后呢 愿意请听他人分享对你的付出的感受 接受他们对于你所提供的帮助的评价 OK 这也很好 提供评价 有点难 但你还是要勉强收一下 对就是如果他告诉你说 你这样子 好好表達愛的開始 這個是The Languages of Love 其實是Gary Chapman寫的一個 他是個婚姻治療試訊師 他寫的 那這個書已經是translate 就是已經翻譯成好幾種語言 就是要講你有五種愛的語言 首先你要先歸納你自己是什麼樣的愛的語言 那有的時候我覺得你看這本書 雖然有時候男生聽不懂 但你還是要練習練習 跟他們一起討論 就是說你認為你需要什麼樣的愛的語言 我認為我需要什麼樣的愛的語言 那五種愛的語言是什麼 就是肯定的語言 OK做一些肯定的話語 就是講話是肯定的 比如說你做的話真的很好吃 然後說你穿的西裝真的很帥 肯定的肯定 你需要給他們一些肯定 你真的好幽默 你真的很逗我笑 有的時候你的先生在講笑話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已經太 你會不會裝 沒有 有一陣子我就會來 你很容易翻白眼 因為你這個笑話你已經聽了二十年了 十五年了 但他還是他會看你 就是他還是很期待你笑 會不會笑 因為男生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你就要再一直講 這樣子啊 不是啦 你怎麼還在講這個 你已經講了十五年了 可是還是很好笑 就算你心裡有點虛偽 還要講說還是很 不能講說 不是你不能講 有的時候我會這樣 whatever 不行 不行你要講說 stop這樣 我跟你講男生真的有的時候還是需要一點 就是這種 就是 碰一下 OK 男生真的他們只需要得到一點反應 女人真的比較複雜 女人要得到肯定要得 男人他只要你給他一點正面的反應 你也不需要講說你好幽默 這太虛假了 不用 你只要給他一點正面的反應 就是 在矚目他的反應 你知道像我們家Coco 怎麼樣 因為 他講的真的是那一隻狗喔 我曾經有跟你們講過 男人就是黃金獵犬 對 他們就是可愛的黃金獵犬 Coco也是一個男的 每一次我回到家我很忙 我要跟蔡東講 他就是每天這樣默默的這樣 就是很開心 然後呢就默默的坐在旁邊 走哪去跟一步 走哪去跟一步 其實他只是要被你看見 他只是要得到你轉身的一個很正面的回饋 說 嗨Coco 然後抱抱他 然後他就很開心他又跑走了 就他又去做他的別的事情了 所以 男生其實也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他有的時候做一些事情 或是 搞一些怪 引起注意 他只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I know it's so 幼稚 但是男生好像沒有很成熟 就不管年齡 他們好像心裡就是很幼稚 是是 他就是喜歡 他就是需要你的那種 矚目 我像有的時候他就會穿一些那種奇怪的衣服 我說 他就是喜歡那種 而且他覺得 你叫他換 然後你就叫他換 他就說他好像被管了 這樣他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 It's weird I know it's very mature 所以請學習一下 再來身體的觸碰 剛剛講過了 Intimacy 有些人 這個很難 你很難跟另一半開口 譬如說 那天我們在跟一群媽媽吃飯 然後我們在討論 就已經在追的劇 然後之前Netflix 不是有一個很crazy的叫Sex Life 你有看這個 之前有 就是Netflix暑假 大家那時候防疫在家 沒有試試看 那個真的第三集 我就受不了這亂七八糟 沒有雷七八糟 就是他全裸 那個男的全裸 就嚇死了 就是怎麼怎麼 因為男的去追他嘛 就是他就回外 他整個去 然後我跟你講 他們兩個真的在一起了 蛤 那個女的有三個孩子 我現在講那個女演員 Sex Life那個女演員 他後來跟他站在一起 他去 他接拍這個戲的時候 他有三個孩子 跟他的先生 他接完這個戲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放了love 然後他跟他先生就離婚了 是真的 在戲裡面他們還沒離婚喔 沒有 不是我是說 真實的生活 我是說這兩個演員 在真實的生活 真的在一起了 應該戲劇 假戲真作 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演到這種程度 可能是真的需要一點感情 而且那裡面的這個 那個戲份真的很多 那是那種防疫期間 真的沒 我已經看到沒得看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在隔離旅來看的 然後那天我們在 跟警方阿次 我們講說 OMG我們現在看這個 都沒有太臉紅 就是說看這個已經 對我們來講 最好可以這樣 不可能 就是沒有這種 第一已經沒有這種體力了 再來已經沒有這種欲望了 然後後來有一個媽媽說 你知道嗎 現在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男生要跟我 夫妻之間當然有正常的性生活 但是夫妻之間缺少的就是 physical touch 這個physical touch 當然sex也是physical touch 可是那個已經是一個 很主要的一個目標了 對我們現在講的那種 是曖昧的 對 一個男人在你旁邊 一種調情感 只要這樣子喔 然後那個媽媽 我就 我說等一下 我就跟媽媽講 我說Wait 我說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如果只要有個小 小男生 摸下你的頭髮這樣 就摸下你的頭髮 然後他整個人就臉紅了 而且我還是個女的 我還不是個男的 他就說 他知道我多久沒有人摸 你不覺得女人很悲哀嗎 可是你知道嗎 只有髮型師跟我自己 我現在跟你們男人講 真的 真的有的時候 一個女人需要的 不是 不是 the end game 不是 不是終點站 碰一下頭髮就可以了 只要這樣子 摸一下頭髮 不是從後面這樣子 稍微這樣子摸抱一下 他們就 不得了了 心花怒放 我跟妳講 真的就是我們缺少什麼 缺少就是曖昧情節 其他的那種什麼 Kissing 然後真的 like you know Sex 這個是the end game 你知道嗎 這前面這段 反而會讓你怦然心動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已婚婦女都喜歡追劇 而且我們最多是那種韓劇 很含蓄的 我們不是追Sex Sex還我們看我還會有點壓力 那我想這是什麼鬼 那很可怕 我想這是不可能 就是很可怕 可是你喜歡看那種韓劇啊 那種小小小這樣 你現在有可能會真實發生的 對 我是那個歐巴他用那個眼神 看著他 比較長的眼神 這樣看你 你就心花怒放了 比較長的眼神 因為現在你的先生可能已經不正眼看你了 而且都很短 要不要拿一下 就是撇過去而已 可是你我跟你講 我現在給你們人期一個exercise OK 你今天晚上回去 你真的就是用比較長的眼神 看你的先生 對 真的他可以讓你的婚姻有那種 重新 Yes It's very strange 試試看 你們真的要做這個exercise 然後你就會開始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 他會覺得不好意思 你仿佛又回到那種 不是很熟 又有一點熟 又有一點緊張這樣 他就說幹嘛 幹嘛看我 然後可是你還是要演得很像 我跟你講 你們要用愛的眼神喔 你現在要想一下你回到你25歲 不是 會不會大家都忘記 我跟你講因為現在的老婆啊 就是38 40歲 看現在都是這種 都惡狠狠的 快點 講幾次 惡狠狠 不是 因為現在我們看我們的男人都這種 like 然後如果你的男人想要看你久一點 你會這樣 What do you want 不行 你要很安靜 因為 我跟你講一段婚姻 或是一個很常態的關心 有的時候還是女生要主動 是 因為女生主動一點 男生他的反應 會大一點 對 因為女生有的時候我們就會說 幹嘛 對 不行 這樣子他們又傷心了 這樣他們又傷心 他們平時很容易受傷的 跟你回家 你喝一點點酒 然後呢 你用很長 等小孩都睡了 小孩不能吵 不要等小孩睡了你就可以幻想 只有你們兩個人 你要用比較長 可是也不能可怕 像那種 太可怕 他想說 幹嘛 咖啡 咖啡沒腳嗎 幹嘛這樣子 你知道 稍微就是有一點懵懵的 可能要兩杯了 兩杯以後 你要長長的這樣開始 你就會感覺好像有一點心動 可以再一次 我跟你講心動是最難能可貴的 你要如何把 因為愛的語言 physical touch physical touch 不是說這樣子 這樣子不會心動 對 你要有一點點 就是摸到然後沒有 不是 你渴望男生這樣子 露你頭髮 你也要稍微就是 露一下 對你也要稍微就是 不是摸到但沒有摸 也不是勾引 就是 雖然老公勾引家也不會死 沒事的可以勾引 對嘛 其實It's very easy 好這個你們可以回去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接受禮物 接受禮物是什麼樣的禮物 就是純粹在愛情主義的文章表現中 愛的核心是奉獻 所以接受愛也是一種表現 是 禮物本身就是愛情意象的一個象徵 所以不是說 花多少錢不重要 不是不是 有的時候他回來 你想像如果你的老公他逢年過節 買一大束花 可能是因為你規定他的 這個感覺 跟他莫名沒有任何的問題 突然拿一個 就拿了一個漂亮一朵 對對對 whatever 你都會說為什麼 送你 可是你就會開心啊 就算你看到你先生 你也給他買一個什麼東西 他也會開心啊 我永遠不會忘記 有一次我好意 我帶小孩去買運動球鞋 然後因為我先生喜歡打網球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網球 我覺得好像 反正就是那個品牌新出什麼 我就ok我就買 然後買了以後 因為他有一點 picky 就是 你他不是那麼容易買東西 他就是他很care 他自己喜歡的 然後你買說 你看這個襪子 他說 你幹嘛給我買襪子 我不用你買襪子 我襪子很多 我不要穿 我不喜歡穿什麼 他就開始講什麼 薄的什麼 什麼什麼後腳跟什麼 一到二三 我說fine give it to me 我自己穿 我自己穿 可是根本就太大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怒了一個禮拜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怒 但是anyway 他就是很直接 因為我們是生活上的伴侶 但如果他可以就 很好 他這輩子不穿 我也不會知道 你也不會知道 你就戴包包裡面 你就接納 你接納我就開心 你不過吸一雙襪子 幹嘛讓大家不高興 他就直接跟你一樣 就覺得說拿去退什麼的 有個發票嗎 我去換我要的顏色 這樣很討厭不應該 我們要反省 OK 再來就是珍貴的時光 quality time 就是不是一起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讓Netflix和HBO分散你的注意 或者是參加朋友的瘋狂party 而是你們兩個人自己單獨 date night 就是date night 珍貴時光就是date night 對啊珍貴 然後你們就會找一些話題聊 因為在那邊吃飯要吃三道菜 其實蠻久的 而且有時候上菜真的很慢 互相看手機真的太不給力了 而且你看大家吃飯 然後就這樣 那幹嘛出來 我都因為他不可以看手機 就把收收 就放我包包裡 他說你都在看Instagram 我說那我現在不看了 很好 對啊 你要要求別人就要要求自己 對 你坐在那邊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講話 就找一些事情講 然後如果他 他要跟你講一些 他工作上的事情 雖然我們覺得很無聊 或是講一些他的事後 你就這樣 就你要給一些 這個叫什麼 要反應 這個叫背景音 真的 真的 哎呀好厲害 他們就喜歡 就是要有反應啦 訓練自己 多一點回應 有一些我太太朋友會說 Meli你可以這樣子 因為你會演戲 我們不會演戲 我們演不出來 No 每一個女人在生活中 都要找出那個演員 你覺得有女演員的特質 把你的演技演出來 因為我覺得你們回想 你們跟你婆婆丟的時候 你是不是女演員 你是 所以你要把那個 可以跟婆婆丟的那個特質 你要再出來丟 OK 有時候你丟 丟 丟習慣就變成真的了 是是是真的 大家可以試 人生啊婚姻啊就是這樣子 起乘船河 沒有永遠的高 沒有永遠的低 就是高低起乘 如果真的永遠的低 那可能就是要say goodbye 而且是很低就say goodbye 如果你覺得開始低了 太低了 你就想辦法把它再往上拉一下 再這樣子再這樣 那當然有些女生會抱怨說 為什麼往上拉都是我的責任 為什麼不是男人的責任 男人他就不是那麼聰明 不是他聰明 但他的體悟 不會用在這裡了 他的體悟沒有那麼深 他沒有那麼情緒化 所以他就算想拉 有些男生他真的不知道怎麼拉 所以你要帶著他拉 所以我們可以主導嗎 他也會配合你 你一定可以主導 因為男生你的先生或你的男朋友 他一定會配合你 對 除非他不愛你了 如果還愛應該還願意配合你 除非他不愛他就不會配合 你可以主導一下 好嗎 最後一個是服務的行為 就為對方下廚 煮飯 是不是 然後按摩一下 我沒有給他按摩 好啦你會煮飯 你會煮飯可以了 我叫他給我按摩 所以服務的行為 是需要一些精力跟時間 這種是傳遞愛最佳的途徑 所以煮飯就太太的愛心餐 這是啊 所以早上幫他煮一個早餐 弄一杯咖啡有的時候都是一個 感情中真的很需要一來一往的這種 循環的一個交流 打平方球 要過去要回來 要過去要回來 It's like這個唯美的拉扯 你知道嗎 當你們兩個都不願意拉扯 那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平衡不是每一個人都一樣 就是你只要屬於你們兩個人的平衡 達到了 那就是很真正的健康跟幸福了 對 是這樣子的 對 有的時候像我都會 因為晚上我都會先 有的時候我會先睡著 然後我都是看劇 我只是戴眼鏡 然後很靈感 我不是跟你們講我看書 就是我在看書 這樣不會很難受嗎 我都戴著眼罩 可是有的時候我真的就是 不是是我還開著燈 睡著了 睡著了 然後呢 從我們以前 就是以前剛結婚的時候 吳先生都會來幫我把眼睛摘一下 粗摘一下 有的時候我還故意試探他 就是看他現在還在不在我 還不來 然後他就是想 OK他今天我現在這樣 所以看他會不會 還會不會來幫我摘眼鏡 如果我那邊的燈 他都不給我關 然後他又不給我摘眼鏡 那我就完蛋了 還好最近都還好吧 還好還好 你是故意把燈泡弄破 氣死我 沒有煩你們先回家用很長的眼神 好不好看他 然後又要有一點微笑 不是那種惡狠狠 不是狠喔 不是討價的眼神 OK 是那種柔柔的 就是你要假裝 太太你們需要練習 因為太久沒用這一招 太久沒用這一招 太久沒用 太狠狠的等 你們可能待會到廁所練一下 你要來練一下 然後再喝一杯酒 然後要柔柔 然後要鬆鬆 就整個狀態要很鬆 鬆 然後ㄎㄎㄎㄎ這樣 看他 然後要有一點笑容 然後常常看他 你就會find back 那個心靈 會不會有人跟我說 我老公說 我幹嘛用你鬼的眼神看他 那你們的眼睛都太糟了 你們好好練 我不要看到這麼 壞眼妝 OK 不要看到這麼負面評價 所以說我老公說我是你鬼 你們大家要找出你們內心的女演 你一定有演技的 你相信我 你相信你自己 好不好 下禮拜來驗收大家成績單 掰掰 這樣真的超會大家 沒有 要怎麼省就他們的會議呢 那就好 先別忘了 先別忘了 還 checking 感谢观看